先看视频 船长 就知道的人多吗 知道的人不多啊 我们这个是新产品 那你平时家里有这种USB接口的 就把它接上去 插上去呢 它就可以平稳你输出的手机充电脉流 然后恢复你的受损电池 它真的能修复电池吗 买了69 倒手一个 我平时换换电池都得好几百 这玩意如果真的有用的话 那手机厂不是都要倒闭了 打开看看 这个拿起来轻飘飘的 怎么感觉被骗了 你们都遇到过什么样的智商水产品 快发出来让师兄看一下 这上面有个显示屏啊 拔下来这里有个插头 我去研究一下 你们小鸡鸡走一波 咱们直接开测 研究明白了 把这个头插在充电头上面 另一头插上线就可以了 诶屏幕亮了啊 不过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准备两个手机来做一下对比 先看一下他们电池的健康度 电量分别是16% 92% 健康度一个是84 一个是维修 咱们把它写在屏幕上面 使用的是一样的充电线啊 咱们把这个需要维修的这个手机啊 插在这上面 这个啊 插在这上面咱们给它冲上电 等待一会儿 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冲了两个小时了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没有修复器的 它的电量之前是92% 现在是100% 健康度之前是84% 现在还是84% 再来看一下用修复器的 它的电量之前是16% 现在是72% 看它的电池健康度啊 之前是维修 现在还是维修 完全没变化 这不是纯纯的大骗子吗 不推荐